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西这两支球队 北控目前是暂列在积分榜的第11位 而同西是在第19位 其实北控他跟身前的球队差距并不大 第10位的山东跟他的战绩是一样的 然后排到第8位的上海 其实也并没有领先说有一个胜场 所以说只要北控拿下今天这比赛 是非常有机会能够杀到前8的位置当中的 先来看一看北控的大名单 今天在北控大名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 周宇晨上一场本来是因为伤病缺诊了 今天是获得了一个付出的机会 所以说今天北控的内线实力将会进一步的增强 而同西这边的万胜伟还是因为有伤病的原因不能够打 所以今天他们的内线还是会显得比较吃亏一点 北控的廖三宁 虽然是新秀赛季但是表现相当的出色 现在马布里已经把球队的组织重任全部交到他的手中 马勇在上场比赛有不错的表现啊 7中6的三分状态越来越好 很多球迷非常关注北控的后场表现到底怎么样 那张帆刚刚也是在屏幕当中看到了他的情况啊 上场比赛他的状态非常好 11中7的三分 同样是新秀的刘东 同系的后场王旭 王旭在这个赛季曾经有过单场上30的表现 孙明杨在今天这比赛当中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目前在球队当中有过CBA比赛经验的 就打过一个赛季以上的内线是只有他一个的 而面对内线实力相当强劲的北控 孙明杨今天估计会顶得非常吃力了 当然情况我们看起来啊 北控好像在球员配置上会更丰富一些 经验会更加充足一些 可是上个赛季双方的四次交手当中 同系其实是取得过一场比赛的胜利的 现在可以特别介绍中压力赛的运动员和孙明杨 今天一席掌声欢迎 北京投赛季二号 廖三名 三号 王旭婷 廖三名王俊杰 张帆 这三个球员对球队的后场都非常的重要 然后邹玉晨之前因伤缺症 但这个伤也不是特别的重 所以说今天能够付出对球队来讲 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孙童林上场比赛呢 是他这个赛季打的第一场的比赛 尽管说没有得分 但是慢慢的去找状态吧 他的侧应能力对球队来讲非常的重要 本场比赛理论上算是 南京同系昼光的主场 黄泽瑞 今天是面对救主 黄泽瑞 今天是面对救主 熙热 球队的大哥 黄泽瑞 球队的同场 牌昂浙 他的成长也对球队的后场 会非常关键 全体起立 面向国际星祝国您 奏唱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本场的主才是杨小光 对北空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这个赛季的后场实力已经提升了非常多了 而他们的内线又是既有的优势 所以看起来账面上非常的强 但他们的问题在于内外线的串联 其实是有问题的 失误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今天关键在于控制失误 然后要把比赛的节奏给压住 而同西这个赛季呢 他会更加强调自己在外围的攻击 他的三分投射是排到全联盟的第二位的 无论是投篮的总数还是命中的总数 但问题在于他的稳定性确实差一些 他的命中率是在联盟比较靠下的位置 廖三宁 侯亦凡 哈斯 于长洞 还有张帆 构成了北空的先发五人 王泽锐 孙荣孝 孙明阳 赵百青 还有西热丽江 西热 上一场他的表现非常好啊 拿了31分 三分球13中7 另外还有6个篮板9个助攻 从上个赛期大家就可以看到 西热丽江对于这支球队是非常的重要 当然上个赛期还有莫尔特里能够跟西热去分担一些进攻的责任 这个赛季呢就变成西热一个人在顶 所以从前面接场比赛来看的话 西热的表现起伏比较大一些 但慢慢的他跟队友之间的挡拆配合时机能够拿稳的话 他的外线投射稳定性还是非常非常靠谱的 刘三宁 他确实不像一个新鲜 非常非常诚实 两支球队都是外交 马布里跟贝西罗一起 风格是有些区别的 贝帅呢 其实是看起来比较沉稳的一个 但是他的战术变化也是比较多的 哈斯跟孙明洋来跳球 比赛就是开始 哈斯先跳到这个球 但是在争抢过程当中 球并没有控制好 洪西先攻 是算了被控的一次失误 拿球之后往篮下走 打成 王子瑞 这点对于洪西非常的重要 洪西上个赛季战胜北空的那场比赛 就是不断的突破去制造杀伤 当时王少杰和孙同林全部都是六番毕业的 所以使得北空的内线实力大打折扣 何亦凡溜底线过来 三分没有命中 漂亮防守 希热在推节奏 把球给过来 王子瑞 外围跟孙明洋打一个手地手 孙明洋太着急把这个手给希热了 有空到 开场第一次的尝试 希热还要找找手感 张帆和王子瑞 上个赛期两人是队友 后场经常一起搭 无球的掩护给张帆来创造机会 换出来赵外清 小打大的机会 张帆后转身完全被防住 再给到侯亦凡已经没有时间了 开局两攻没有打好 老马脸色不好 一个全场的防守 但是没有往上逼 让希热带球过半场 高位掩护之后 希热直接拔 关键就是看他的手感 希热经常会有比赛刚开始 前可能五球六球都不进的情况 但是在这个球队当中 以他的能力 他是有无限开火拳的 所以可以慢慢去找手感 而北控的这边 终于是找到自己的优势点了 让哈斯下顺 看一下开场这一球 王子瑞的运动能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哈斯在休赛期期是没有什么系统性的训练 他相当于现在是以赛带练 状态越来越好 他这个尺寸还有维度 往这一放确实就很难防 你看这个赛季 场均接近15加10 大家可以听到 北控这边再喊手连 他们要守连防 王子瑞 面对哈斯需要接应了 这球已经停了 再给了王子瑞突底线 廖三宁跟哈斯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加得好 廖三宁以为 哈斯会在身后帮他补 已经放过去了 漂亮的转身 突破分球 大空位 侯亦凡 三分还是没有 侯亦凡开场也是 三分三头不中了 转换当中这边有犯规 孙荣孝 孙荣孝今年虽然也是新秀 但其实他的打球经验 已经非常丰富了 1516赛季的时候 就在深圳注册过 但是当时因为 比赛资格的问题 所以说并没有上场 后来是去打NBL NBL的得分王 场均能够拿到11.4分 抢断2.2次 2.2次的抢断 目前是队内最多的 打发中意 全场的防守 突然起诉 破掉 大范围的转移 球转移得不错 张帆 张帆的三分是非常稳定的 接近四场的命中率啊 翻过来 成功效 底线完全被踩死了 需要接应 孙梅阳拉出来投一个三分 短了一点 威廂金 速册 射 拔 bör 点 标 极 保筹 布 又有一个 挡出了空位 篮板球 又一个犯规啊 赵柏青第三次个人犯规 赵柏青第三次 劲儿虽然使得不大 但是有这个动作 还有层次哈斯在要位 回来之后给了哈斯一个进步犯规 这只能换人了呀 上赵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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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规太快 有的时候也是经验不足导致的 给过来还是要去找西热 西热作为第一个点 这是区域防守 好 这一侧一对一 黄泽瑞面对廖三宁 还是身体会更壮一些 防得不错 赵天忆 上赵天忆 上来之后就完成一次防守 位置有点跑重了 还是要等掩护啊 转移过来 球被破坏 球悬依然属于同袭 但进攻时间剩的不多了不到2秒 五公资 马上挤 有了 24秒尾利 洪西现在给被控的外线压迫性不够 防守万规 明显的加整 就是 北控的后场现在太容易代球过半场 跟内线产生联系了 第一位 让哈斯自己来 吸热过来阻 但还是矮了一点 防守 赵天忆在找吸热 手递手 张帆跟得非常紧 转移过来 王子瑞 怎么样做一个假动作之后 再去给到吸热 还是让吸热来 举三分线 还有一米 没有太好的办法 都在外面飘着 7中0的三分 争取0秒命中 红西现在的问题就是进攻非常单一 两个大个 哦 抱歉啊 这是给到了苏荣孝 苏荣孝第一位去打后一反 想上一反蓝 被冒掉 看了三宁的选择 转移过来张帆空了 多运了一下让吸热能够获得防守的机会 还是一个前场球 张帆在跟裁判要犯规 王子瑞呢是在跟裁判交流啊 哈斯刚才那次的掩护 应该是进攻犯规 有节奏的变化 两次罚球的机会 换上了孙四瑶 孙四瑶今天也是面对救助啊 一会儿走了擦一下 恒一风 看到了球迷在问万胜伟呢 万胜伟其实最近的 加上这场已经有四场没打了 有点小伤要养一养 好 两次 一点点 好 一点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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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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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球两发中一 好 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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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啊 还是要提到西热 西热今天手感就是不开 加油 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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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球太大了 王子瑞 王子瑞觉得廖三宁是有推人的 下队 宏西 começ了 点一下之后 长两分 没问题 好 好 好 给 我 找 好 好 好 给到了苏宁亚 但回来之后被追着打一个孙思遥 孙思遥也是同期培养的球员 但这个赛季是去到了北空了 其实对北空来讲的话 他内心一点都不缺 为什么在修采期还要再引入一个大棍呢 去了赵天忆的一个走步 熙热获得了休息的机会 王旭 王旭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 第一位看一下李伟浩 李伟浩的身高有2米04 选择了一个背船 其实意图已经打出来了 王旭在给他外围被判断到张帆反击的机会 速度有一个变化 横一峰在背后就不敢追 先进入到暂停的时间 王旭这个球上来就感觉不好 其实在边路的时候接球那一下是有一点启动走步的嫌疑的老马也在跟裁判交流这个事情了 然后停球的位置又显得非常尴尬 大大范围的转移给队 大范围的转移给队友 那这时候呢张帆他的反应速度是更快一些的 所以就是一次失误 背帅刚刚在场面也在喊move 就是要多移动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再离回来继续来关注比赛 王泽瑞拿了8分 除了他之外 其他的球员发挥都非常一般啊 张帆拿了7分 后场呢现在搭档王俊杰 对了李维豪的拉人反归 对了李维豪的拉人反归 转移出来 全靠王子瑞一个人打呀 同系的进攻太抗歪了 对了李维豪的进攻太抗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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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豪的进攻太抗歪了 大个儿沉底 孙思洋往上提 弹出来个空间 他是能投的 篮下完全空了 胡秋远护照出来 看一下王旭 追着打呀 这球应该是算的 看一下 之前这个球 底脚完全没有人管 空间也没有人管 篮下完全动开 北控换上邹宇晨 王俊杰上罚球线 这场大家可以看到北控 还是可以推推速度的 张帆廖三宁 包括王俊杰上来之后 都尝试过把速度带起来 大范围的转移 再给他王子瑞 刺探布之后 拉开了空间 看啊 又出现空位 拉出来重打 王子瑞防得不错 贴得蛮紧的 看一下王俊杰 转身 再给他外围 孙思瑶 又一个三分 打到目前被控的内外线 是连上了 横一锋突破造成了反规 横一锋突破造成了反规 看啊 两个人的注意力全部都在王俊杰的身上 孙思瑶直接空了 洪西现在防守之间的呼应还比较少 再上希尔丽江 有球迷在问说 马勇今天怎么还没上 马勇是在大名单当中的 他一般不会在比赛特别靠前的时候上了 所以各位可以再等一会儿 换了一个全场的防守 两个人 局部 北空是有人数的优势的 扛 空间太小了 所以脚没扛动 同系上来之后 防守先有变化 刘东提上给掩护 王俊杰的周围有三个大个 王俊杰的周围有三个大个 他一招 同系还是一个全场的防守 亨一锋 这是一个赌博式的抢断 张三如果果断一点的话 可能前场就可以出机会了 换回来之后 同系这应该是一个二三连防 传球非常的大意 不应该那么传的 马勇已经获得了上场的机会 这个防守啊 完全没有人去照顾吸热 北空应该明白 压制住了吸热 就压制住了同系一半的进攻 可能一半还多 全场领一个 黄旭要高失误了 失误 这失误是算在张帆的身上 这个球是被横一峰破坏了一下 换下了张帆 马勇和王俊杰搭档后场 把球给篮下 先虚晃 被罩住了 防吸热的右边 让他只能走一侧 左手上篮打成 孙思阳 这投篮比较离谱啊 但篮下周宇晨 二次进攻得手 休息立场 看看今天这个状态怎么样 现在屯当中时间有点问题啊 稀热打得非常吃力 篮板球漏掉 好球 裁判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稀热 是延误进攻吧 看一下 稀热进球之后 不是延误进攻 是在跟孙思瑶喷着点什么 主菜杨晓光就在旁边 关于環境 anche etti 我 很爱 太三 不 不 有 directed 再 cái 没关于 不是 君ía 傻 这 yl shk 待 如 其 你 很自 看剩下多少时间 半秒钟 北空站位撑得比较开 拿球就得投 孙思雅 刘东贴得很紧 防守人只要跟得够紧 这种时间是很难出手的 这样的话第一节时间走完 24比21 北京控股领先着3分 有汤水在那边的 放完篮里面 放完篮里面 来看一下第一节两队的技术统计 三分球是同系的生命线 但是第一节只进了一个三分 就是吸热底脚那个大空位 而拉曼球方面的 北空也没有拿出自己的优势 所以在第一节来看的话 两只球队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两只球队的特点都非常明显 一个是外围头 一个是篮下 都是肌肉棒 今天同系之门第一节 王子瑞确实是一个亮点 镜头在找张帆 面对救主啊 一开始是四中四 拿了八分 现在变成八中四了 状态的跳水还是比较严重的 第二节比赛开始 一共五位 王军杰 邹玉成 侯亦凡 王少杰 还有马勇 这是北空第二节先上场的无人 看下篮板球 周亦晨上罚球线 看下篮板球 周亦晨上罚球线 今晚真是赢磅 黄桑 他被控的篮板球是相当优秀的 防守篮板是排到全联盟的第三位的 进攻篮板球也是排到前列的 有一定的空间 王旭在找人 篮下 机会抓不到了 只能够外围再给他吸热 王旭的三分助手 命中 还是一个全场的21防守 通过传球解决掉了这个联防 黄俊杰跳步之后再分球 侯亦凡很耐心 牛东过来补 干扰到 王锐 又一个三分 第二期比赛开始之后呢 王旭进了一个三分 孙荣孝进了一个三分 外围开了之后 北控的防守可能要稍微改一改 因为他有大个儿在 所以防守可以往外扑得更凶一点 单切6比2 童西的三分开了的话 北控会比较紧张 因为童西他本身在战术方面 其实没有那么稳定 是一个靠情绪 靠手感的球队 所以这个情绪一旦起来的话 很难压 是一个靠手感的 依旧是一个全场的防守 被控还是要想想办法 哈斯在后场接应一下 有一个大队其实效果会不错的 王队防得稍微凶了一点 依旧是一连防 哈斯在罚球线的位置 自己打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这位置最好是侧影 但时间不够了 他只能够这样选择 刘东 黄旭突破分球 北控现在的防守也是往外扑了 因为哈斯站在篮下之后 包括王绍杰在内的球员 都可以往外站得更开一些 13-0球给的不错 王绍杰的空间 王锐接球就同 王锐接球就同 王锐呢是同系自己配上的球员 13岁的时候就把他招入麾下 第一位 王绍杰面框打 左手打成 王锐接球 齐勒 他更多的注意力还是要指挥队友 手感不是特别好的 自己拼抢篮板球 王锐 这球好像所推的这是哈斯的反规 看看有没有另一个机位 吹的是吸热的犯规 那应该没问题 因为这个球很明显 但是哈斯已经控制住球了 吸热是在背后冲上来 所以一下子好像没有给非常明显的动作 有点懵啊 面对全场的防守 其实北空面对这样的防守他应该经验是比较多的 之前包括新疆在防他的时候 全场比赛都是用二二一在逼的 而且呢 马布里也能够在暂停回来之后 很快的给出一些解决的办法 基地球给的漂亮 车没有拿好 重新组织 孟旭 3分崩出来 刘东的普兰 孟旭 中西还是站一个2-3 2-3赢给了哈斯 哈斯上滑球线 造成了流动的犯规 哈斯呢因为他有一手不错的勾手 特别是打板勾手 所以在靠近篮筐的位置 让他接到球的话 他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现在给他的自主进攻机会 没有那么多了 打出了一个空间 王子瑞中距离 得分已经上双了 打到目前铜锡31比30领先的1分 看看波联防 转出来空间是有的 两个大戈尔战高地位 王少杰需要接应 把球给到哈斯的手上 转身的攻守没有打成 王少杰拼篮板 给了一个争球 王少杰和孙荣孝 马布里可能在想 王子瑞在我手上没那么好用 出护地线抛投 大力点 23年有空间了 但是他的三分并不是特别稳 所以宁愿传球 给到了侯一帆 大方为转移 这是一个好机会 球传的稍微低了一点 王旭调整完之后 三分还是没有 篮板球 王少杰保护下来 童馨的这个时候 已经放弃了21的防守 缩回到半场 守二三连防 王少杰突然起步 要欧洲不打 但篮下还是被对方 给预判到了 本来想打个出其不意的 反对不错 刘东中距离 篮板球点出来 廖三宁 侯一帆 侯一帆是很明显的3D球员 所以他的三分属性 会比较重一点 当他在三分线外拿球的话 对方的站位都会比较靠前 所以他做一些假动作的时候 威胁也会更大 而童馨呢 这个时候还是要想更多的办法 他第二阶上来 连进两三分之后 后来就连续的不接 不够稳定 不是说我跑出了一定的战术 我有配合去创造投篮机会 很多情况下是打快 乱战当中出现的机会 你看背帅一直在调整 从全场防守到半场的二三联防 到现在 不止要人定人的防守了 很多的球迷会觉得 同期现在的成绩非常的糟糕 而且在战术方面 没有明显的成效 可是大家知道 贝希罗维奇他执教的风格 可能你要耐心的看 两到三个赛季之后 才能够看出一点效果 因为像上个赛季 尽管背帅已经开始 执教学职球队了 但是中途 他是离开过这个队伍的 我要看王子睿 尽管说得分上双了 但是导播很贴心 给出了一个负十一的正负值 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的话 不是因为王子睿他打得不好 而是因为 其他的队员发挥的比较糟糕 这个时候场上 所有人的正负值都比较低 逼迫着他只能够去单打 而今天他单打效率相当不错 看张帆 还是偏了一些 这下还是比较效果的 孙明杨出来接应一下 两人的配合 孙明杨他的注意力显然不集中 或者说这两个人搭档的时间太短了一点 都是第一年来到南京 看完全缩在篮下 这球想出根本不可能 李长洞 球险些被破坏 要三宁跳步之后的出手 中距离 他的手感非常柔和 球感好 刮一掩护之后看一下王旭转移过来 赵百青上来 赵百青今天的问题在于第一阶上来 他的犯规次数积累太快了 所以是能够被换下 这防守有问题啊 王子瑞对张帆应该非常的熟 你知道张帆的三分有多准 在防掩护的时候 居然是选择绕掩护 而不是挤掩护 15球 廖三宁再给到侯亦凡 转换当中的三分打开 这可能要叫暂停了吧 有点大意 张帆抢断完 你看这是老队友 我知道你的习惯 但王子瑞反张帆的时候看不出来 王子瑞三分 转换于长洞 机会不好 这球打给出来 看怎么吹啊 再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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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日立将第一位打 换一种方式 变一变节奏 童夕再上横一锋 防守现在要扩出来 鱼长洞往下顺了 另一侧 北控现在上了孙同林 孙同林上一场比赛没有得分进账 收下了四个篮板 他上场之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北控可以打出更多的变化 他是有侧应能力的 吸热 用底线的掩护出来之后拔三分 防吸热这样的球员呢就是你尽量跟但是你想完全防住是不可能的 他完全是看自己的手感怎么样 他完全是看自己的手感怎么样 同系的关键球员当然就是吸热立将了 就不管自己手感怎么样 他知道自己这点打开了 其他球员才能打开 所以一定得凿处一掉空间 变成一个全场的防守 你看又变 同系的变化非常多 险些逼出一个失误 所以这就是教练员啊 他的能力 他一定要不断的给变化 而且让队员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这就是被帅 之所以很多人都说被帅是一个好教练的原因 全场的21回来之后变成一个联法 聊三宁这球被断了 二打一的机会 球没接好啊 还是前场球 放着 这情况 以后 好 眼睛 大蓝 太敢了 你爸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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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旭 黄旭 我 黄俊齐带起速度来 余长洞 张帆这边的反跑空间没有太有的机会 出来手对手 两人的注意力全部在张帆的手上 余长洞被放空了 但是没有人关注到 转换进攻 王旭被犯规下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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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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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 我看着 谁跑到 看着 打死了 打死了 我看着 不是 我看着 不是 我看着 这种不知道人 有 有 别人 啊 不 我看着 他没发现 是 你没发现 谁 我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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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心 我开心 除了侯亦凡的犯规 但是北控这边非常的不满意 因为他们觉得侯亦凡是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的 并没有冲撞王旭 但是王旭为了保护住这个球前 有一个主动往上赢的动作 换上李伟浩 李伟浩真是那种 长得又帅气 而且身材又棒 肩宽很好 以后力量可以提升非常大 吸热底脚还是没有 加击十球人 张帆 把这球给出来 孙同林倒地 这球是给了 征球还是犯规啊 要再看一眼录像 看这个加击没有任何的问题 是通过站位获得的 然后是孙同林跟横一锋两人倒地 这球如果裁判不吹的话 童夕已经获得了快攻的机会 回来之后呢 是吹了北控的一个三秒 得平衡一下 半场比赛剩下最后的66秒钟 好 好 远复很扎实 无 求要给老西热 再救回来 黄俊杰的方向相当不错 黄旭挑高弧度命中三分 黄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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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帆很耐心啊 3分没有 黎旭 黄旭 这球一放下来 就得给别人抢断的机会了 张帆对希奕丽江围体犯规 两砲一致 黄旭 来 今天有空位一步 来 现在我们有球 我们有球 两发都有 还有出拳 童夕有机会在半场反超比分 贴的蛮紧的 过去的三分半中 童夕打了一波10比0 进攻反馈 推着人走 推着人走 这不是一波10比0 是一波4 大学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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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明杨是有明显的支肘动作的 但是是不是冲着人挥肘 应该问题不大 只是一个普通的进攻犯规 裁判看得非常快 很快就有结论了 维持原判就是普通的进攻犯规 北空的球权剩下半场的最后一攻 孙童林打了三分钟 换上孙四遥 逼得很紧啊 招翻 其实不用着急啊 时间还够 自己的触手没有 齐热 齐热想压时间在后场扔一个三分的 制造身体接触 被帅也在提示这应该是三法 但这种情况下裁判应该是不会吹的 所以呢 半场的比分定格在44比45 北空领先着一分 齐热还在跟裁判说啊 最后这球时间还没到吧 这球即便吹犯规也不会是三法 大家看啊 对 这球即便说是给犯规的话 最多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两法 两三年 他打球确实很聪明 传球呢 不乱传 面对紧逼的手也能够压得住节奏 半场比赛一分的分差 两边打得异常的胶着啊 超乎大家的想象吧 看一下技术统计 同系在第二节关键是他的三分上来了 然后篮板球呢其实输得不多 两边的失误啊 抢断啊 其实差距都不是特别大 再来看看命中率 两分球呢是同系的命中率更好一些 然后三分球同系其实现在还是比较糟糕的 这就是半场比赛的情况 我们稍时休息再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对决 这就是半场比赛的 贷协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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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 打招呼 以后 打揪 以后 加油 千里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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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这好不容易回趟娘家 送你们点礼物 忘了那个绝杀 第三球 正凡日抢到篮板 空篮打板 不尽毁了一世英明 再起被冒祸不单行 连续晃动 一动还走步 寸步难行 万水千山 总是晴 阿日啊 你赢一点行不行 第二球 来看世界难题 能有多难 这挂个挡材 直接就跑出空位 毫无波澜 且看王若恒 穿针引线 富豪心领神会 立批泰山 第一球 骨则欲突破 深入敌营 信包夹传给潘茜 大力灌篮 我去无情 古有潘凤 一战成名 而今 无有上将 潘茜 第零球 千载难逢 一个底线发球 十个人全蒙了 底线球砸别人的 我见过 砸自己人的 我也见过 你这砸自己的 我是大开眼界 真可谓是 蝎子拉屎 绝绝子 等等 还有负一球 无钱打耳光 雪上又加霜 你举头望明月 我躺着也中枪 这回我终于知道了 大车为什么有 事业盲区 再等等 还有负二球 赵金委面对包夹 不慌不忙 一个四分位长传 传给了乖 郭世强 你把金牌给杨明了 就给我个篮球 CBA常规赛第六轮五家球 第五位 林亭谦 你的柔情 我永远都懂 三号秀和四号秀之间的 惺惺相惜 令人动容 林亭谦从朱松为首中 收下浓浓爱心 策马狂奔翩翩起舞 让当年的四号新秀 终于大彻大悟 第四位 范子明 纵使你防如铁咒 怎奈我锐利如钩 北京首钢的进攻配合 化简为反 令人眼花缭乱 李木豪先人指路 范子明 手握日月摘星辰 其实我们的理念是 以德服人 第三位 赵继伟 乌有保罗驻小乔丹 演绎华美空街之城 今有安山保罗驻功夫熊猫 柔美拉杆 举火烧天 赵继伟 离走龙蛇 脚踏迷踪 和韩德军的默契连线 总是让人百看不厌 第二位 费尔德 麒麟 闲眉急走 意气风发 怎料这世间多有不测之风云 费尔德 无视身高 拔地而起 迎头痛击 反科学逆天大貌 击退一切来犯之敌 只留给对手 无穷无尽的灰色记忆 第一位 朱俊龙 银安照白马 撒踏如流星 且看少侠朱俊龙 面对吉林东北虎群 毫无巨色 偏向虎山行 痛下杀手 冷血炸光满座街精 令当年小虎王对昔日救主 只能深表同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中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评论当中给到的是北控上半场的关键球员张帆 三分球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另外他的防守今天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红西的关键球员当然就是希尔利江了 开局手感非常的不顺 但是稍事调整之后回来还是要坚决的去投 坚决的去打 看看希热跟张帆的对比 希热得分要多一些 但是对于张帆来讲的话 其实他会打得更舒服一些 所以效率其实两支球队啊 他们的核心球员会差一些 下半场比赛正式开打 廖三宁张帆 于长洞 侯亦凡跟哈斯被控的下半场先发 哈斯造成了犯规 还有一次加法的机会 当然首先还是要提醒各位啊 看CBA上咪咕视频 选新衣好物上咪咕商城 CBA周边衍生品满100-15 专场特会中 点击视频下方的热门按钮即可进入购物 让我们一起为新赛季助力打扣 哈斯已经要到了那么深的位置 对于他来讲的话 这个球放进去是应该的 放不进 倒是可能在赛后会被诟病 而且哈斯他内线的意识很好 他第一时间一定会去抓这样靠近篮筐的卡位 防守就是要卡希热的身前 把球转出来王旭 张帆贴得非常紧 希热拔三分有 防得好 但攻得更好 47平 余长洞 哎 这球没有放进 洪西转换进攻 洪一封 看啊 还是一个2-1的防守 后场给压力 余长洞提上给接应 张帆这边通了 但是并不着急出手 哈斯要位 把球给进去 希热过来加7 吹了推人的犯规啊 看一下刚刚这球 一对一 第四次犯规啊 希热了一箱 个人第四次犯规 这是要注意的 张帆 并没有打出 这个投的太坚决了 被帅在中场肯定是交代过的 既然我们的特点是在外线 那在出不了太好进攻机会的情况下 有三分空当我们就多投 但是防守也必须得照顾到啊 洪西刚刚打了一波8比0 张帆这三分止住了对方的攻势 这球想绕过身前的防守人 让赵白青打球太难了 看啊 王旭今天的三分手感也不错 打到篮下 北控可以压节奏 把球带到篮下之后 他的大根都很好打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打不进 他的篮板球的优势也可以发挥出来 今天 北控的节奏被童夕带着走 跑得太快了 阿森 加油 阿森 加油 加油 阿森 加油 Let's go Let's go Let's stay man good man 阿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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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杰 他的身高是不错的 先进两米的身高 打后卫 所以在防守端呢 会比较有优势 而且他脚步也快 经常能够罩住对方 还是要打熄热这个点 要厌护 分过来 横一封 这球进啊算二加一吧 换下孙明杨上刘东 换下孙明杨上刘东 罚进打三分 全场的紧逼 往里掉 掉进去就没法防了 这球自己的问题啊 希尔里江出球晚快的 大范围的转移 王俊 其实节奏很好 老板球被王俊拿到 身前着哈斯 还是要重新来组织 希尔比较习惯于要打高位掩护的 小打大面对哈斯投进 王俊的三分 在中场的时候我们说了 童希的特点三分 在上半场没有发挥出来 北控的特点 他的大个儿 他的内线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但是到了下半场比赛 童希现在找到了感觉 而北控还在跟着童希的节奏去跑 跑起来的话 像哈斯 他进攻端的优势不就被浪费了吗 那儿 黄俊杰 你看呀 他的覆盖范围非常大 烯热 假投下找到顺下的流动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传球的火候拿捏上稍微低了一点 出球非常快 铜锡现在就是要打快 延误一下逼迫转移球 余长栋有三分的 还是没进 篮板球团队篮板 王旭跟王锐相当于在某一侧获得了一个二打一的机会 没空得注意啊 跑起来之后铜锡是很有经验的 看一下 像这底线球就非常的明显 一场给到吸热 吸热快速给到前场 横一锋拿球之后 直接上篮 两次传球洞穿了北空的防守 这边还是因为打快 所以在局部能够获得二打一的机会 看老马怎么换人吧 场上节奏需要压 需要压 单节二十比十二 铜锡把这个节奏给拿到之后 蓝板也蓝板也多三分也多 王旭 今天上来之后呢 其实他的组织并不是很好 但是他的个人进攻打开了 特别是投射 可以说王旭是铜锡第一个找到三分手感的球员 好 三连回来继续来关注 铜锡还是一个全场的防守 北空这边过了半场了 有人数的优势 孙童林扛一下之后 没有打进两本球 落到孙童林的手上 上罚球线 上半场比赛 孙童林只打了三分钟 一分未得 只有一次出手 王少杰今天的表现比较一般 王少杰今天的表现比较一般 因为没有给他创造的 那种一对一的机会吗 两发都有 对北空呢 有一个情况啊 就是北空除了廖三宁 是一个比较纯正的空位之外 其他的球员都是攻击性比较强的 包括王俊杰啊 包括张帆啊 他们都是个人进攻 要大于组织球队了 但是下半场比赛 廖三宁一直没上 包括刚刚明已经提到 现在北空的进攻节奏明显有问题 但廖三宁也没上 那一直是坐在场边啊 其实在板凳系上可以看到廖三宁的 但不知道是出于怎么样的考虑 老马一直是让廖三宁在场边休息 我看他在场边休息 对我感觉 那是一个比较线的 那是有点感受的 那是一个比较线的 我们的进攻反规 也还一个 查曼今天这种尺度拿捏还是不错的 就是我吹你一个 回来之后如果你有类似的动作 一定也吹你一个 这已经是本场比赛出现至少第三次了 看侯亦凡在第一脚三分右右 王子睿变相之后给到刘东抛头 王俊杰突破还是差了一点 熄热带节奏了 在流通这边过渡一下 又一个进攻犯规 这球其实不冤枉的 有一个明显的动作的 也吹了被帅一个技术犯规 也吹了被帅一个技术犯规 被帅是觉得对方在防守的时候 有犯规动作 刘东四次个人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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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霖在外围拿球 防守现在上身体非常赶 熄热转换 打进 感觉同夕要启示 获利凡找到哈斯 比较靠近篮下的位置 造成了流动的反归 流动个人第五次 这球正面冲撞 就身高矮的其实是没什么办法 你看这个球其实是没什么办法的 哈斯他只要正面面对流动 他起身要攻框的时候手肘一定会抬起来 这个不应该被吹一个进攻犯规 财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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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的选择换人 换上赵天忆 换下刘东 两发都进 分差三分 可能廖三宁刚刚确实是有伤吧 不然到这个时候不可能不让他上 张帆又一个抢断 但回来之后上篮没有打击 红西这边打快 有多打少的机会啊 给到王子锐 王军级的防守 还是蛮凶的 这边掩护很到位 王子锐的三分 有 张帆两个上来没有了 好在篮下有哈斯 这个就是北空的优势啊 一般来讲他打不进的话 二次进攻的机会是更多的 erreicht 的空是上了马咯 跟张帆相比的话 马勇是更愿意组织的一个 转过来 底角三分 压哨命中 黄俊杰给回来 外围是孙彤林 手地手 连续两个大个儿 给演互相基地球 给顺下的哈斯 但配合还是没有打好 已经有意识要让内外线连接了 但还是差了一些 单节30比22 这一节同系的性能打开了 还是同系的球权 同系场均得分才91分 在联盟当中是比较靠后的位置 但上一场面对辽宁 其实他的进攻有点打开了 当然你可以说辽宁并没有说 特别提防守强度 所以把同系的进攻给养出来了 今天这比赛 重新的得分应该也不会低 先出界吧 碰后把 就说达实在外面的 这边是王俊杰给哈斯一个无球的掩护 让哈斯能够往篮下走 然后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屏幕的上方的时候 打到弱刺 马俊不敢碰这个球啊 碰球的话延无进攻啊 两人配合打起来 孙明杨造成了杀伤 完蛋了 很草莓 共产党 小派 下午的好 小派 孙明杨今天抢到了七个篮板 他也是童希队内的篮板王 希瑞跟赵天忆交代一下 希瑞也很清楚 就是童希花那么大价钱 把他给请过来是为了什么 就不仅仅说是看你得分的 你确实得当好老大 得训好小弟 让小弟们都知道该干嘛 对控上邹宇晨 侯以凡好机会 二次进攻 看大肘子再给到马勇 马勇在连下吃饼两次了 王俊杰贴王旭贴得蛮紧的 背后穿球找到孙明杨 南板球点出来落到了王子瑞的手上 中距离必中 上球非常快 孙冬琳现在跟队友之间的就是配合还是有点问题啊 导球没有那么顺 二队 二队透坏了一下 要注意时间剩下两秒 王旭 转身出手 好时间没问题 右 哦 这手感太好了 马勇小环一个没有打成 现在是运气也站在同西这边啊 来 来 篮下 那侯亦凡补得不错 看一下侯亦凡的状况 是不是被顶到了什么地方 看一下篮下漏了最后是侯亦凡补过来 脸上应该是挨了一下 手掌 手掌 老马这时候得想办法呀 有一点控制不住的 就是这个节奏 你看 这种球进了一点办法没有 现在就缺一个组织的吧 还有 这样的话三杰战霸 南京同西83比74领先了9分 半场的时候 同西落后一分 也就是说第三杰单截 同西有十分的优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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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一下技术统计啊 目前被控在篮板球上也占优 在三分上也占优 好 在命中率方面现在起来了 本来两分球的优势就在 然后呢三分球现在迎头赶上 所以这种状况呢 对北控是非常不利的 把对方的手感给扬起来了 好 王旭 准的 那这个神仙球也必须得剪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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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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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时候对北控来讲的话 可能压力会大一点 因为北控他不是特别擅长打快的球队 所以在落后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 一方面我要快速的得分 另一方面的我的优势是要放慢 今天的跟同西打快打了三节了 到第四节能不能再慢下来呢 而且看一下还是没有料三年 那这样看应该是不会再上场了 球打到篮下 周宇晨 这种稳定的得分是北控需要尽可能多去尝试的 王瑞手低手 王瑞手低手 王瑞 给过来王瑞的空位 又进三分 好 周宇晨拿球 比较靠外的位置 看王瑞姐抛投 有 大家可以一会再观察一下 就被控进攻的时候 很多球员都会等 包括侯亦凡刚刚出来拿球的那一下 邹宇晨呢 他在给队友做球的时候 其实都在等 看得出一种生疏感 这是刚刚王瑞弹出来之后 获得的三分机会 习惹应该是换下了王旭 被习惹造了一个反规 习惹在人群当中挤过去 搭在了马俑的身上 看跳水啊 这是 但确实这也是 希瑞在跑位的时候 非常的强硬 一步不放 我就非要从这走 看残盘怎么吹 孔子瑞转移 看苏明杨 三分弧线非常的平 转换 转换当中玩友 慢下来 周宇晨在要位 机会不是特别好 转移给底脚的侯亦凡 命中三分 对 糍粑 东西 次 碰到 6分的差距 看一下王子瑞 转移过来 孙中笑 再突破分球给王瑞 用一个三分 王瑞第四节连进两季三分 89比80 童夕已经接近他们场均得分了 场均得分91分 北空打到第四节 孙宇晨上来之后呢 他是比较机器的要往内线去凿的 他是有这个意识的 可是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一般的 外围给他的支援比较少 虞长洞 上刘东 但刘东也是五自个人犯规了 其实虞长洞跟 周宇晨两人搭的时候 效果还是不错的 一个凿一个能往外弹 而且两人的篮板能力都非常的强 北空的现在应该又是上了张帆 张帆一直都不是那种擅长组织的球员 所以他跟大个儿搭的话 还是要牺牲一下自己的进攻欲望 压制一下 现在是要挡的 挡完之后出手 这是他的节奏 所以防熙热就一定要破坏他们的高位掩护 掩护完了之后你要尽量的去挤 一点空间都不能给他留 张帆多出来 周宇晨 王立延 这类球你就是防不住 体格上的差距 原本的周宇晨是想占高位给虞长洞去做机会 但是两人的空间比较糟糕 所以最后选择自己用推墙的方式 强吃啊 王立延被打下去了 得分是不错的 特别是第四节的两三分 换上赵百青 童夕现在的内线就纯粹是两个新秀 逼得蛮紧的 非常靠中线把球给他吸热 还是要关注 掩护完了之后 希热怎么处理 两人都在防希热 这球转移过来 赵百青 手对手再给希热立江 点起来 差了一点 篮板球 王主任很积极啊 座宇晨收下这篮板 反击的机会四打一 侯一凡 侯一凡在场上话是不多的 但是他的得分很干脆 能突能投 已经上了20了 13中8 效率非常高啊 抢断 王俊杰 他的防守绝对是可以再上一个档次的 身体天赋好 像一个大蜘蛛一样罩住了 然后这是刚刚苏宇晨 他的篮板 这也是天赋啊 就是比你高啊 这样的失误球肯定是同期不愿意看到的 这样的失误球肯定是同期不愿意看到的 关键是对方现在有一点被压住 而对于北空来讲的话呢 他就应该是 这样的反击肯定要抓 然后落到阵地的时候呢 把虞长洞跟邹宇晨这两大个用好 他们这个组合应该是进攻能力最好的一个搭配 然后刚刚大家看到了 同期这边的犯规情况 犯规都比较厉害 所以之后很有可能一哨响 你这个阵容就被打乱掉了 有et一下 有 加油 一 blo Men 彤琴 Bright 还有 竹琴 砸 像观ально 一票 对 好 挑 好 好 确保 好 很少的空间再去找刘东 要注意时间 孙明杨换下了刘东 底线球给出来 赵百青接球就投 最后半截多一点时间 剩6分的差距 现在是一个5打4 赵百青不断的倒地 黄旭在底线带一圈之后 给到外围的吸热 假投针突 在分球出现了空档 孙明杨的机会 三分保住 突破分球现在打得很有章法 黄俊杰 黄旭的突分 孙明杨又被换下 孙明杨 孙明杨 发脾气了 关键是 现在同袭这样的打法在外围 投得太坚决了 所以导致大个也必须得要往外弹 可是刚刚孙明杨 他收的还是比较厉害的 哎 这个球没办法扎到人队里了 希瑞尔尝试抢断 没有断下来 出空档张帆 张帆要惩罚你的赌博 9中4 张帆已经拿下了18分 还有4个助攻 对同袭来讲的话 这时候成功率非常的关键 出了一个推人的犯规 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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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希尔立香这球分出来 三分命中 所以大家看 洪西这手感可以说是被被控养出来的 防守上确实有一点对不上 藤一芳 转移过来 王旭三分天了 没人防王旭找不到瞄准星了 打到最后的北空还是在用外线跟洪西去比 这并不是他真正的优势 所以今天一整场比赛都没有找到感觉 当然客观的原因就是廖三宁不上 廖三宁在上不上比赛 可能是有受伤的状况 那现在并没有确切的消息啊 但老马也是出于保护这个年轻人 廖三宁会在之后很多年 面对被控起重要作用 是先造成了杀伤 看下王俊杰这个防守 其实最后是让开了 但裁判可能在抓他刚刚有一个推腰的动作 王旭可能这个时候体能上也需要调整一下 先是一个三分不中 然后现在是罚球第一罚没有 打到第四斜一般都是体能的问题 第二罚有调整过来 全场二腰 在中路的阶级做得不错 张帆三分并重 洪希呢从上个赛季以来就有这个问题 他可以有一些防守的变化 但是他的强度并不是很大 他的全场紧逼跟对方的全场紧逼 差异会比较明显 发出他 两次发球 看下 那因为铜锡这边的防守强度上不去 所以对方只要过了半场之后呢 就很轻松的就可以打掉 篮下三分线外 都是机会 罚球没有 其实差距并不是很大 五分的两波球全 王俊杰 哈斯很深的位置 这球就快速的出手 一下球就会被包夹 造成了孙明杨的犯规 孙明杨面部是被打到了 这就刚刚我们也介绍过 身高高的球员 他转身过来起 手肘自然而然会带上来 这并不是说恶意的犯规 而是 这是一个合理的进攻动作 对方防得非常紧的情况下 相当于拿脸在防 脸就一定会被打到 重新这边说要挑战 看裁判说这不是在挑战范围内的 白的 白的出了一个 出来一个 好,放两只,江口,我说不出了,江口 但是有江口 出发,有了巴 出发,出发 出发,出发,出发 出发,出发 出发,出发,出发 出发,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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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出发 发球在进,只差三分了 还是同系的抽全 球权没有任何的问题 是被王俊杰给切掉 童希叫一个暂停 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像刚刚那个球童希要挑战 但是裁判说不在挑战范围 因为CBA只允许三种情况来进行挑战 一个就是 是哪位球员将球碰出的界外 另一个这个球是两分还是三分 还有就是球员是否投篮 就是这个球到底是一个普通犯规 还是说是一个投篮犯规 也就是说CBA的这个挑战 它是不能够无中生有 或者说把一个已经出现的犯规给取消掉 它只能够像这种球 裁判来看录小回方 就是到底球权归属于谁 那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王俊杰确实把球给切掉了 关键是有没有再碰到王旭的腿 这角度是看不清楚的 还是机位不够多 裁判有可能会改判 这球很难讲 挑战成功了 挑战成功了 三分半钟 双方只差三分 高卫眼互作七手势 王俊杰过来 哈斯在要位 哈斯 不敢在里再站了 险些三秒 张高 装翻面对孙明杨的上篮 被冒下篮 压少的出手 打板命中 只差一分 起热力香 突破分球 想去给横玉峰 这球因为篮下的身体对抗比较厉害 所以熄热的传球明显短了 找不到点头 北空叫一个暂停 打到这个份上 因为分差并不大 就差一分 北空可以稳下来打 这个角度非常棒 能够看到老马画了一些声音 一会儿应该会布置一个集中在球场一侧的 先发到虎点 然后有空间到篮下 原本埋伏在篮下的队员呢 会抽到第一角 整个空间会拉得比较开一些 加油 同气 镜头给到廖三宁 三分六处攻两个十五 伤应该不是很严重 但今天这比赛就保险期间不让他再打了 宇长栋在上线拿球 跟哈斯站一个高地位 防守犯规 先犯规 很简单的高地位配合 虞长洞拉出来 这边张帆利用哈斯连户 再转出来虞长洞的机会 三分命中 反朝比分 东西在下半场比赛 一直是占领主动权的一方 但现在处在落后 落后的并不多 看他的稳定性了 王旭三分偏了一点 孙明杨收下篮板 外围给了吸热力枪 有机会 三分崩框而出 篮板球怎么样 赵本青稍微差了一些 被控的球权 打进打出 给了北控的球权 给了北控的球权 就把球权给到了铜锡 最后是改判了 又把球权给到了铜锡 最后是改判了 看一下本场比赛 篮板球 双方只差一个 转移过来 王子瑞 失误了 这还就是一个默契的问题 王子瑞跟孙明杨今天有多次 就是配合不默契 导致原本应该得分的机会 反而变成一个失误 让对方直接能够得分 哈斯得出来了 赵本青防得非常吃力啊 掌翻的机会 有一个三分 这就是利用篮下的牵制力 打到最后北控 才终于抓住这一点 再看一下 这个配合 王子瑞以为孙明杨会往篮下去切 但是孙明杨是跑到三分线外 当然这也不是说是王子瑞的问题 孙明杨也应该知道 王子瑞那个角度 要传到三分线外是多么的吃力 王子瑞 王子瑞来发边线球 孙明杨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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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罚边线球 第一目标肯定还是西日丽江 赵瓦卿跟王子瑞也都站在三分线外 目前101比106 被控领先着5分 最后的62秒钟 两波球权其实是有机会追回来的 这攻非常的关键 打不进的话 童西可以说大势一去了 齐热都出来拿到球 利用孙明杨的掩护 再给过来王旭接球就投 三分没有命中 篮板球 最后是在孙明杨的手上滚出界外 这比速度张帆很冷静 并不着急出手 我们要压时间 王旭杰一个转身往篮下走 挑战大个儿 没有上界 虞长洞关键的进攻篮板球 给出来王旭杰在外围 还是不着急出手 这时候要犯规 如果童西还要有机会的话 要犯规停止对方再耗时间 张帆又打进 每人敢出手的时候 就让希瑞的一下来投 还是没有投进 虞长洞保护下篮板 看童西的选择 童西不犯规的话 这比赛时间就让他走完了 看一看在这一节 其实童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是关键时刻犯了一些错误 最终是108比101 北控延续着自己比赛的胜利 而在输给了北控之后 童西目前是四连败了 而且在前七轮 他总的战绩是一胜六负 其实两支球队他们的球员 私下的关系都不错 因为他们人员的交流是比较密集的 好多都是当过队友的 王子瑞面对北控的这批球员 就是上个赛季出生入死的兄弟 当然对童西来讲的话蛮可惜的 因为他在下半场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领先的一方 而且优势都在7分以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马最后长输一口气啊 但是对北控来讲的话 他的问题还是蛮多的 今天这比赛赢得并不是那么的舒服 在下半场缺空位的情况下 确实比赛节奏被童西给带着走了 所以他们还得想 除了撂三斤之外 他们如何再去空位线上有一个补墙 如何去梳理自己的进攻 如何让自己的大个真正去发挥出作用 让他们的内外线连接起来 这是北控在这个赛季 一定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不然的话 之后的比赛都会赢得如此磕磕绊绊绊 而对于童西来讲的话 这就是经验的问题啊 他在比赛之前的时间里面犯规太多了 所以在最后的时刻 他防守的强度也上不去 在篮下跟对方要肉薄的时候 也不敢上强度 而且太多年轻的球员 就有太多的学费要交 好 这就是童西今天碰到的问题 其实从最后的命中里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出北控其实赢得非常的惊险 非常友好的交流啊 可以在这边开始 所以看到这边 我们今天的转播呢 也就要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 希望您下场比赛继续锁定密度视频 再见 好啊 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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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